一根指挥棒,两套乐谱,一张唱片 11月10日,在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音乐会演出前 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现场交换了礼物 50年前,费城交响乐团首次来中国演出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 开启了中美艺术的破冰之旅 作为礼物,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全套乐谱 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黑胶唱片》有着特别的意义 也是两大乐团长达半个世纪有益的见证 我们刚才展示了中国新大神奋力乐团额与费城交响乐团 提供跟贝多芬的五款筹来设计、权与贝多芬的诀计 中央乐团赠送给 费城交响乐团一面中国锣 大锣 费城交响乐团回到美国以后 拿大锣演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这次我们赠送给费城交响乐团的 也是精心挑选的两件礼物 一件是红旗颂的总谱 第二个是黄河的黑胶唱片 这里头也是延续了50年的一个故事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 第一次到中国破冰之旅 演奏了这个黄河 这个黄河是钢琴协奏曲 所以也是把这个延续50年的友谊 继续把这个历史把它续集下去 曾参与过1973年费胶首次访华演出 的小棋琴手戴维布斯也来到了现场 回忆起第一次来中国巡演的经历 他告诉记者 当年接到乐团的电话 心情非常激动 在1973年我第一次旅行 我通过两个月前两个历史离开 有人被疯了在音乐团 他们邀请我来到来 我完全震惊 我当时被邀请 后来红了电话 我认为我甚至没有一个护照 然后1992年费 20年之后 中国完全改变了 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 如何它发展和建立的 非常非常印象 当我们1973年来来到这里 就像是我们种植了一种种药 它一直变成了这种巨大的友谊 50年来 费城乐团先后12次访华 并与中国的观众、音乐家 以及文艺团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费城交响乐团与金美尔表演艺术中心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马思义表示 希望能继续以音乐为媒介 在两国人民和两国文化之间 架起一座座桥梁 续写下一个50年的友好篇章 最重要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上是我们预算 预算预算的未来 我们都预算了100年 的芯片 所以我们很期待 我们今天做了一场 相对相对相对 与中国的芯片 我们预算预算预算 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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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